金振浩说,他游泳已经游得不错了 但是这名9岁的小学生最近学了不少新的水上技能 我学习了怎么营救溺水的朋友 我会扔给他一个救生圈,然后用绳子把它拉回岸上 金振浩是高阳市参加一个名为 游泳救生的水上安全项目的160名学生中的一人 这是项目开始的第一天 除了学习如何营救陷入危险的游泳者 他们还学习了如何穿上救生衣,如何进行人工呼吸 高阳市长崔星说,孩子们需要了解这些技能 自4月号事故之后,水上安全问题变得更加重要 自从4月号惨剧之后 韩国对水上安全标准进行了重新的审核 调查人员认为,师父的发生和高死亡人数应当归咎于船员 运营商和韩国海警的众多安全疏失 韩国政府表示,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学会游泳 但是一些活动人士说,他们学习的不应当仅仅是基本技能 还有如何在水中救人,深淫号是高阳市游泳救生项目的组织者之一 如果4月号上有更多学生知道如何安全跳入水中 浮在水面并保持身体温度,我想幸存者可能会更多 参加项目的金正浩同学说,他不怕水 如果船在下沉,我现在知道怎么逃生 当然,人们希望这些孩子永远都不需要真正使用到这些逃生技能 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斯帕,韩国高阳市报道